中文字幕 李宗盛 求求完美 以下節目為錄音節目,敬請大家 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D100PBS台,維多利亞港主持,林妓 歡迎大家聽今晚的維多利亞港,今晚有我林妓還有柴文漢 特區政府又有些離奇古怪的新搞法 其實看昨晚的新聞,就已經突然出了一件事 又是講起,我現在都不明白究竟政府講什麽 就說這個什麽,港芯成立一個工作組 就盼盡快實現一區兩圓,講什麽 昨天林鄭月娥就在廣州,跟著就搞什麽 粵港澳大灣區領導的專題會議,搞完一輪之後 就說什麽要幫香港人,專業人士去大陸那裏居住 工作發展,然後有什麽十四五規劃 跟著就什麽港芯澳的平台 那跟著呢,後面那句就來了 什麽港芯兩地已經成立工作小組,期望盡快 這個什麽一區,一國兩制之下的一區兩圓 講什麽呢,應該就是講著有關於這個 這個就是,講著河套區的發展 現在的問題是什麽,支持什麽港芯河套為粵港澳合作平台之一 跟著就搞什麽一區兩圓 這一個就是又是一些新事來的 意思就是說,以往都講清楚 就是根據你國務院令港道明,畫了港芯條街 就是根據頂治了的這條深圳羅湖河的界線 跟著呢,然後就在那裏呢,就宣佈了就是那個地方 就是一個新的港芯界線 那你河套區呢,之前我們已經在這裏講過很久 就是香港的,就是已經畫了來香港 所以是香港這邊發展 跟著一旦又有什麽業權爭議 跟著一旦又有什麽呢,叫他們合作發展 當時我們有很大的疑問 就是說,你這塊土地 你是重新平整過土地同時換地 就是港芯之間換了地 然後呢,有些屬於香港的地 就或者深圳那邊 你就完全呢,就那些又沒有畫過 又有任何什麽業權爭議 現在畫了過來的時候 幾十年之後又來爭一個什麽業權爭議 是吧 爭完一輪了 那現在就說什麽 變了什麽一區兩圓 我就不太明白了 就是你明明已經是香港的地方 畫了入來香港裏面 當然是行香港的法律 你說深圳有權益 最多譬如說 你明明已經是香港的地方 你明明要畫了入來香港裏面 當然是行香港的法律 你說深圳有權益 最多譬如說 哎呀,你硬硬要畫 那天土地你有份 是吧 分這個理論的時候 給點理 是吧 最多是這樣算的 為什麽現在變了 在所謂我們香港 一國兩制之下 在香港港界裏面 又搞一個畫 一個一區兩圓 是不是殖民地 有什麽看法呢 其實一區兩圓 都有幾一種說法的 我發現 例如上年年底 當林鄭所謂師傅推出的時候 她是說到是香港的 是去別人那邊都可以的 就不只是說別人那邊過來的 那就麻煩了 那究竟哪一道是香港 哪一道是大陸 還有你行的是什麽的方法 來管治呢 行什麽法律呢 如果有人偷了東西 我都不說到什麽直接問題 思維這個麻煩了 有人偷了東西 應該送去北面 還是送去南面 就是深圳 還是送去香港呢 就是我想到今天來講呢 港方 或者是大陸那邊 都沒有一個很清晰的想法 但是最原先呢 我沒有記錯 在很多年前 都整個二十年前 就是九色港的無奈 提倡的呢 都有說過類似的事情 那一說那個呢 就是說 純粹可能是當在 在這裏河套 等等的地方那裏呢 將一些邊境的地方 一人一邊 總之呢 就可能當在香港那邊 那些人員坐一邊 然後大陸那些工人坐另一邊 這樣 然後就等大陸那些工人 可以用股便宜的 就是股便宜的 就是股便宜的 年價的勞工力呢 讓香港的人可以下去 那裏管理 都不用讓香港的工業死了 這樣 當然我不知道最後生產出來 那種的產品 算是美人香港啊 還是美人China 所以當時都沒有這些 這樣的質疑啦 但是人家都不知道是哪一邊的 那所以到今時今日呢 究竟那一塊東西 是當了香港的東西啊 就是當了好像 香港在深圳灣那裏 有一塊地 當是香港的管理啊 那為什麼說是 他們那邊過來 好像高鐵站那種管理模式呢 那日到今天來說 都幾不清晰的 那所以這些新的東西呢 我相信 講了很多年了 那最終的話呢 我都幾乎懷疑究竟要搞多久 才可以 有些譜可以看到 那當然啦 看不到我的譜 那是哪些壞事呢 就是現在 那麽混亂的情況之下呢 我相信越搞這件事情呢 就是越… 就是會越過的 現在的情況 就肯定是這樣的情況了 就是現在大家非常清楚 你自己政府講 講這麽久 是不是 你沒有理由 你自己香港自己的地方的發展 然後呢 你現在無端還做一個 叫一區兩圈 你又繼續再做一個 就是一個制 一個制裏面 再另外再搞兩制 再搞兩制裏面 搞一個 一國裏面兩制 再有兩圓 那就是怎樣呢 就是等於剛才都講過問題了 就是越搞呢 就整件事情 就等於整個河套 不是香港的 是不是 你等於又變上是一個 就是一個新的 就是將整個司法制度 的複雜化 又再在這裏 做到更加複雜 是不是 就是原本一個地方 你說大灣區發展 你已經搞到這麽大了 嘛 你有什麽需要 還在香港裏面再畫一個界 給大陸呢 而一個情況就是這樣 你已經在這個邊境裏 你不喜歡 就在深圳河的對面那邊 就做一個很大的什麽什麽城 然後那邊畫過去 跟著就是那邊的情況 你大把邊境的地方 可以做的 全部 你再不中什麽路 想要跟那個墳場那裏 你是不是想怎樣做 什麽事情 你 整件事情就是 你有很多邊境的連接地 你如果硬硬要做這麽事 你本身邊境連接地做到的了 你無理由在河套區裏面 再畫一個不知什麽區 整件事情又更加複雜化 就是說 你原本香港的地方 你然後要再畫一條界 那條界日 給大陸那些人來 是嗎 那整件事是更加荒誕的 變成呢 你是將所有問題 變得更加模糊 跟著下來就會問 那你實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裏面生產的東西是誰的呢 美國是否會承認你呢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是嗎 絕對面場 不要說話 就是 你自己不斷在爭論一些東西 你說有條界線 然後又爭論別人 為什麽不肯承認你是否認香港 轉過頭 你現在就自己 將這條界又更加去模糊化 所以整件事情 也是不可思議 完全不知道他在做什麽的 有什麽看法 是的 這件事其實都已經幾過時了 那我當年 包括了 蔽黨 民主黨在內 都二十多年前 是出現 因為香港的工業那時候 都沒有轉型的問題 所以是這樣的 但是 現在再講的話 其實都已經過時得很緊要 而實際上 如果用回什麽大灣區 等等的概念 也都沒有必要搞這件事出來的 因為的確是 它想將所有 那個地方 擁有的優勢 那麽 那麽 我相信日後 又是有很多不同的爭議 即是算你美國 都當你所有事情都比中國 都好 但其他地方沒有 那究竟是怎麽搞呢 那都令人幾懷疑 最終這個成效是有幾多 那還有會不會最後搞一下搞一下 以前的工業和聯隊都很多 中央港 數碼港 那麽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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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香港就是 就是 是不是真的好像 怎麽麽奇怪 只有這麽戰略模二地帶 是吧 這麽可能就是 被華為做的 接著這麽就是 屬於香港的東西 是吧 接著就是以為可以 去輸入到其他地方 或者輸出到其他地方 當是香港做 就可以避過一個所謂的關卡 但去到今時今日 這麽事不可 是不是 即是你還要想一個 在這麽香港界裏面做這麽事 同時一旦你又去到 一個更加複雜的法律問題 你怎麽去處理這個問題 這個在一個區內的情況之下,你怎樣去特別去匯分兩面東西,你就見到整個政策的古靈精怪的部分 除了這件事之外,其實已經爭拗了一大輪有關於中國生產、香港生產等的情況之後 還有,今天又再爆華大基因的問題,你繼續是不知道在做什麼 這件事是爭拗川頭的,到現在都交代不了,政府甚至專家都說不到,究竟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一大堆解藥性搞什麼,還是繼續有它呢?有什麼看法呢? 這件事,你很匪夷所思的,大家知道這些工序都很機械式的,是不是? 也都很難說會搞錯,因為等同於突然之間,你說生產麵包,生產病肝,或者可能你政府自己做化業 那突然之間有個程序錯,那是很難的,因為是一個幾屬於重大的形式 我們叫做生產病肝,一個幾流水族業式的東西去做的 那為什麼突然之間會有這些情況呢? 那當然呢,專家很好的,就是越過勇那些,講一些好說話 可能他累了,但是又不是的,這個就是大家當打個越搶的 那如果你說要問深一層為什麼的話呢? 就很奇怪的,就是為什麼突然之間,這一陣子 那就是要醃的數目,突然之間要他們醃很多,很多很古怪的東西 這個是我第一個問題,是不是? 例如說,我一天乘個長洲道輪的都要醃,或者去過海港城 可能都兜兜進去拿車,或者是想走快推哪個馬頭那邊都要醃 那已經突然多了很多quota給他做的了,那他又不知道是否吃到 那現在當他吃到也好,他又做到這樣的樣子 那但是,最終有沒有人是可以懲罰到他們的呢? 就是反正其實做這些,就算你大陸好,就算你全世界之外都好 不是全都是華大基隱的,有很多地方都吃藥的 那會不會有些什麼扣婚仔啊? 會不會有些什麼問責仔啊? 那他們不會亂來呢? 停賽,是不是? 像立法會停賽那樣,已經可以將他停賽 哪一個化驗所,就是驗錯東西,就應該將他停賽,是不是? 這樣的嘛,平時是這樣,經常說到立法會議員又說要停賽 這個又要扣人工,是不是? 那為什麼這些不停是搞著一些市民,是不是? 驗完之後,假陽性,就是你的,不斷發生類似的情況之下 要隔離嘛 又要隔離啊,又不需要扣上任何後果和責任的呢? 是不是用簡體字寫一個名字,就會有一個特權的呢?我想請問 很特意啊,就是你見今次呢,他是很輕輕大過這件事就算了 就是可能有些人,他被人家庫檢了 然後就發現,他是沒事的 那件事,就是自然就讓開的了,政府怎樣也要抹個紀錄的了 然後就預期被人踢爆,不如就自己爆去算吧 那就是,交代了,原來言錯了 那但是,對於當事人,突然被捉了進去檢查 捉了進去隔離,是不是? 他可能武功回家,可能很吵架 因為沒有人看著小孩子,沒有人看著老人家 那最後,道歉都沒有聲音了 那最後,不好意思,我們真是搞錯了 即是你無下大陸,恍復我連道歉都沒有聲音了 所以我不知道他有多難做這件事 是不是派人索上他那天的審負費 找一個,找一個,找一個,找一個人生就有多少錢 不關事啦,這個道歉,你弄了一個聲明 不代表我們什麼,不過造成一個不方便的自協好 那你弄一個disclaimer就搞定了,是不是? 就是,香港很簡單的,這個問題 你知道disclaimer,我們沒有任何一個代表處 只不過就是對於你可能造成任何的不便 或者什麼的情況之下,很簡單的 你做一個這樣的事情,你做得到了 但當然去到現在,政府怎麼會對你市民道歉 是不是?叫政府對市民道歉,是不是天方夜譚 現在的情況好像就是這樣 即是,有些時候大家都看到 即是,非常清楚地你的政府可以做好些 總是不肯做多少少一步,然後造成一個結果 就全部人在罵爆 當然啦,還有一個非常荒誕的 看到今天這些什麼垃圾會裡面的討論 是不是?就是在這裡說 哎呀,這個 有些學校和NGO,如果之後這個選舉 拒造場地的話,就要犯法 跟著呢,哪間學校不肯租場給政府呢 就要罰款,是不是? 跟著梁美芬說要公開學校名 要付出代價,那有什麼看法呢? 哈哈哈哈 喂,很有趣 大家又想回以前的世界比較美好 其實以前來說,很多學校都沒什麼所謂的 那就是自己 反正都是用星期日 那天的投票時間,都是由早至晚 最多是去到凌晨 到早上就離開那天,校工可能很清晨 就已經回來,一起收拾一些東西 然後第二天又上學了 但是直至有一次呢 如果我忘記了我還記得 就是在2004年,一次選舉 就說到區道要重點 那重點的話呢 所以學校的票要保留 然後那些人又要重新再計過 那搞到一堆學校就很麻煩 因為那些學生呢 已經犯人了早上 但是他怎樣要重新再做 那個過程呢 都一直未完結 那搞到一堆學校很厲害 要那些學生去先回房間 然後禮堂又不可以集會 然後又要那些學生 不要再下來 不然他又不小心 派人進去那個地區場地裏 又找人來搞 那那裡已經是一次都幾麻煩 那接著現在更加麻煩 因為全世界是重點的 那還有很多時候 點立法的票是比較多的 那現在投票人是比較多的 那正來正來大家都開始害怕 就是學校怕 如果他長期借親給他 都不可以拿到那個場地的話 那最終難搞的 最終可能一些 那些家長的吵 那些學生的吵 那然後那些老師又要 搞很多事情去應變 是呀 齁齁齁 你有時候真的 說得太誇張了 是嗎 你都明知道了 下屆的投票率 哎 就是怎會過時 哈哈哈哈 那他鏡開 那麽那麽那麽 趁機地 就借開一次 就不借第二次 是不是 哦 原來這樣 所以大家有個太美好的誤會 以為還好像以前的選舉 那麽是這樣的情況 真的 大家都非常清楚 接下來那屆會發生什麽事情 那麽那個問題就當然在這裏 就是現在你這樣 去整壇 那麽又說要去罰這個罰那個 那麽最好笑呢 就是那些土共繼續在這個垃圾會上面 就要求關外隊要擴闊至65歲以上 是不是 那麽現在你說70歲以上的長者和孕婦已設的 投票關外隊呢 這個柯創成的民建聯的就建議要將它去 即是抗闊至65歲以上 那麽長者卡都是拿65歲 那麽不是65歲呢 那麽 那麽鄧忍光都忍不住在這裏說 唉呦現在呢 70歲的選民就佔16 那麽要擴闊至65歲以上呢 就會佔24 60歲以上呢就會佔33 擔心呢 如果就是擴闊這個關外隊的長者年齡的話 關外隊隨時長過其他隊 所以要考慮實際操縮問題 那麽是忍不住笑 你想清楚佔選民人數 其實不知多少% 從而你想清楚下屆 你現實裏面去投票的時候 我保證關外隊一定長過其他籠 如果我這樣計算 你看現在你70歲是16% 實際上其實已經佔32% 因為等於你年輕的全部都不投 隨時是超過16%計算下去的時候 所以實際上去投那班老人家會去投 現在年輕人這樣的環境之下 有什麽選擇 其實你也知道聽到身邊的人說他們都不會去的 是吧 那情況之下 你真的可以見到就是那些年輕人 更加不去老人家 只剩下四五十歲以上的朋友去投票 隨時 這樣搞法的話 你計算下數 喂 一加一減 你隨時已經是三四成 就是本身關外隊 那你搞來做什麽呢 有什麽看法呢 有什麽 有什麽 更長比普通隊的 原因就是不知為何很多人 或者我能買隊的人是比較窩過的 很多事情搞,成銀行,這些更加麻煩 所以特快隊是否最終變得特曼隊 這個向來當然大家會覺得很有趣的經濟學問題 當然如果你說將他納入多些人 想住多些人去關聯隊 他又可以快些的話 這個更加傻的 原因就是如果大家記得票站的設計的話 他會分身份證的號碼 然後就跟英文字母的頭 然後就劃開不同的人 那今上那些人就算你排到 給多少歲的關聯隊可以特快也好 進去其實都是對回去那一堆的英文字母去分類的 那你覺得英文字母來之後 長者比較多 A至B的比較多的話 他就要輪代一些 所以跟關聯隊是沒有分別的 晚上即是說19年的經驗 你年輕多一些的 那不比19年都學16年了 那年輕多一些的晚上 那他後面那些又要排多久了 那所以根本上關聯隊是前面排的問題 那進去是不是要等很久 是兩門事 不過是排前面還是排入面的問題而已 那所以那些土共有時候想的那些是挺好笑的 如果你這樣說不如是行過算量 譬如我當25歲以上的都可以排這個關聯隊 那大家都可以很快 自然可以很快可以排隊的了 那今天那種的立法就是等同於 等同於大約晉那些 就是隨便打算練一些的金索 然後就可以自然做鋼了 那種思維今天完全沒有變的 原來是一樣的 那麼多年來都官斷了 香港在土共呢 那還不是維持在這個思維呢 現在的情況就是 就是見到很多古靈精怪 就是垃圾會都很少講 所以累積了一大堆來講 譬如什麼柯創 不是 陸仲雄那些呢 又在這裡講這個什麼港島的 港鐵官堂線章的護士已經飽和 那接著就又被這個運防局囚 他說今年最下量跌到達50% 這樣的情況 那其實當然 就是我們退後一萬部 我嘗試幫一下這個陸仲雄 是吧 那他說 就是有市民投訴 經常很失 其實是事實上是的 原因就是港鐵咳了車 是吧 那於是乎 很多次咳了車的情況之下 在某些班次就會塞到爆了 就是這麼不幸運 很自然的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是嚴重了的 那但是 現在的情況 當然其實你的規劃 當然是你 就是將軍澳線和九龍東那邊的問題 是吧 然後之後本身這樣是塞 或者個別的地方肯定是很塞 這個都不一定是問題來的 但是你說 就是一邊就在那裏說 喂 香港是要無資金還是發展 要蓋一大堆樓 然後要繼續增加人口 一方面就說 不是 我這些地方塞了 塞了那怎麼辦呢 沒有辦法的了 是塞的 你這些 解決不了你 現在人就是這麼多的情況 然後你打算怎麼辦呢 是不是不上班 不用上班就不用塞了 那你有什麼政策的建議呢 就是你看得到這班人所提出的那樣東西 一時一樣自己打自己 你呢我覺得是適合頭的 有什麼看法 喂不是啊 其實 他們想做什麼呢 他們建議呢 就是好像被人困了那樣 因為其實建議他們呢 建議他們住的 一條叫做 東九龍線 這個建議的計劃 那現在呢 所有東西都堆了 就是你現有官航線呢 都已經載滿了 那現有官航線呢 就飽和了 那大家就 是的 迫住在這裏就不是那麼好 所以要他快點起 但是其實如果大家心碎清呢 我們經常都會說 張炳良當年 就是在知道發展9月刑14的時候 林吳就來 越過任期 那他都打算不再做任何物質官員的了 那就是品牌局局長 那看到這幫人在那裏這樣說 隨便當我當這條線都研究一下先啦 那都會做的 那接受他陳凡 就是陳凡 就是作為工程師的革命 這條線在那個山上建 就是想想在 順天啊 那些地方有一個站 是不是特朗中學 在那裡有一個站 那些山來的 那些土工就信了 當年他認為是成功爭取嘛 成功爭取什麼安達臣啊 四順啊 那些區那裏呢 就是有一條的鐵路 那可以去到張溫路 那可以去到絕石山那邊 那當然就很開心啦 那最終是怎樣的 那大家見到啦 你就是特朗少了 你去張溫路做什麼什麼 那些區域那裏 你都知道鐵路最重要 其實去到尾 所有東西都是去中環 是不是 就是你不是去駁一個 所謂市中心的地方 之後那些所謂環區線那些 就是外圍的鐵路 基本上都是 只有一個執子的 是不是 等於你見到你啟德那些 有什麼 搞什麼一大堆的 另外一些新的 有什麼創新的東西 講到最後又是他那裏 那裏只有個吉 是不是 那些不知什麼 你介紹一下 我真的看著眼都凸 就是你好像輕鐵那些 你駁完出來 就是浪費這麼多時間 駁來做什麼 有什麼看法 是 所以現在那些土共票要重了 就是說 你東九龍線就起不了 啟德那邊的線就欠我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其實東九龍就是土共的票倉 他們要做到自己 好像成功爭取很多東西那樣 但是下下 他再提一些不實際的東西 他都去支持 或者自己 又以為是一些很正的東西出來 說什麼安達臣要搞鐵路的 但是現在安達臣附近是個山來的 四順區附近也是個山來的 那最終就是現在 去到一個不淡的地步 既不可以將那個計劃滅走 因為那個研究就說要做的 但是同一時間要做 都不知道怎麼做好 因為你要將地鐵起上山 就是我都想不到有什麼可以做到 那在一個這樣的地方 故事好講 我還沒講說 管塘線就是飽和了 大家要快點起其餘的路線 我不用這個方法 但是最終 你弄好那條東隧那邊 你不要再在這裏兜個油塘 然後跟將軍澳線在這裏打架 其實那些就可能真的要解決一下 是不是 你偏偏那些最重要 去駁穿港島那些又不駁 是不是 你在裡面 那邊各區裡面還有些什麼 慢慢自己在這裏做一些新的鐵路那些站 就算做20萬個站在這裏 你過不了海 是德國吉祺 是不是這樣的情況 真的是 真的是 真的 其實那兩條線一邊是駁著石山 一邊就駁著張穩路 其實都是區內線 那些東西很老實 不是 另一邊就是 看得那邊 其實看得到新的發展區 九龍灣的經貿區 實際上那些都是圍內的線 那算了 別人上去 沒有經濟效益 去到尾的情況之下 去到最後做些什麼 這個就是 吐國一路以來那個 對交通的 控肚威嚇 就是 做20萬個站 自己有很多區內線 但是最後根本上 沒有人回答 就是因為情況很自然地 馬鐵 你不是再擴充下來 又是德國吉祺 情況一模一樣 你本身那些區域 就是跟著還有很多人住了 你基本上 那些區域 要用車的 是不是已經進了車的了 那另外 你又要去叫做些 沒有什麼競爭力 也要拖很多時間的鐵路 那你其實上天幫不了什麼手 所以更加 就是要你馬鐵 都還可以轉去 喂不是 我們大圍邊轉車 然後就可以出唐去 以前是吧 所以都還有一些 就是思想在這裡做的 但是當你看到 你們的東九龍那邊 打成餅 在觀塘上 現在全部都打死在觀塘 大家都知道的 是吧 那你觀塘綠路又這樣 那些車路是這樣的 全部又不改變 你說來做什麼 休息一會兒回去再聊 是 他快點的一句話 快點 我很掛著你在裡面的情況 還有我們在外面 都會很支持你的 很想你在裡面 覺得開心些 多些祈禱 我們一定會很支持支持你的 我們不會忘記你的 不會忘記你的 為何我的付出 想和快點講句 打起說話 可以打你2297-1800 按指示錄音 快別 你不用怕 我們等你出來 我們一齊更大聲 講真話 香港風雨飄搖 D-100美女日子 能夠再舉辦大型活動的機會結尾 前年各自所的D-100七週年團拜 曾經希望復辦有期 但今天應該說斷言無謊了 在考慮自己有意願和利益之下 D-100自從前年2月已經接受餐券退款 或將款項改為D-100的營運經費 不過上有部分自己有至今仍未進行退款 由於D-100想在會計上結束這個活動的帳目 請自己有在4月15號到5月14號期間 前往上環服務站辦理餐券退款手續 如果在5月14號前不領回退款 就會自動轉為D-100的營運經費 我便致處多謝自己有體諒 對於好多自己有將餐券改為D-100的營運經費 更加是衷心感激 如果有問題 我在辦公時間內致電2297-1825 2297-1825查詢有關詳情 希望有朝日D-100同志友 終於可以脫下口罩聚首一堂 D-100PBS台 維多利亞港 主持 林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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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大陸那邊 你知道他這段時間還是非常努力去嘗試去增加投資 擴闊大陸的市場 但是最近又出事 無端端又成為官媒攻擊的對象 就說他不負責任 就說呢 有過那些什麼 維權 竟然是用維權這個名字 就說自己買了一個車 接著就不肯殺車 接著呢 Tesla就公佈了 118公里 2.7秒裏面 就已經殺到他 不知只剩下幾十公里 一小時 四十幾公里 一小時 所以基本上意思就是 你是一個急停 要由一架 就是自己本身 你一個飛 百多公里飛到超速 然後要去急停 於是否停不到呢 就在這裏說 是他的責任 又在不知幾十秒裏面 停了十幾次 狂踩一個break 不知十幾次 就是整件事情 就當然是內人尋味 就是大家個別在這裏說 但是你有一個 一間這麼大的公司 敢公佈這樣的數據 是不是就代表了 這件事可信呢 那大家各自有自己 不同的看法 但是看下來 很多時候 為什麼我們香港有些時候 對於一些來自中國的新聞 或者來自於中國的投資 對於一陣子的個案呢 都有時候有個很大的問號 就是因為香港 都經常聽過類似的情況 或者有些就是 惡客 是不是 就是自己是國人先告狀 就是有些人呢 就自己擺明是自己理規的 有時候又是為了騙保險 有些是為了騙保險 有些是為了騙收後服務 然後要退貨 然後有些時候 是非常之離譜的行為 甚至是路作的 生幹百做的 那這類的惡客的個案 全世界都有 又不是只是 就是那些國家才有 但是在某些國家的情況之下就更加嚴重了 因為如果純粹是私人糾紛或是個人糾紛 那你就爭辯了 傳媒報導始終是這樣 不會有所謂官媒的幫忙 但是很奇怪地 一個私人糾紛 一個私人買車和一個車主的糾紛 車主和車廠的糾紛 居然會提升到 去到中共的官媒和官方的微博 去幫一個所謂惡客去攻擊美國的車廠公司 然後就說很失望 有些人又要杯葛 又說不買 有什麼看法呢? 陳文漢 都很合乎現在整個國家的策略 一來就是民族復興 大陸佛起 所以當然是用自己課 但我又不太明白 既然是要用自己課 那為什麼還不去Tesla 進來競爭呢 為什麼不盡量排擠它 或者好像那些廣氣豐田那些 就要跟他們那邊 比亞迪、Tesla 我們不是這樣做的 要讓Tesla自己在發展後 有這麼多的爭執 應該這樣做的 一向都這樣做 但是為什麼Tesla 又讓它這樣玩呢? 一向大陸搞任何的汽車 如果是有輸入的 都是要自己做的 除非是很特別的例子 但是Tesla為什麼做這麼多 為什麼會特別的例子出去呢? 這個很奇怪的 這是第一 第二更加奇怪 就是剛才我講到 有比亞迪的 為什麼不 只強地使用比亞迪 全面放棄Tesla 我們不要用西人的產品 我們不要用西方的托羅索 為什麼要用Tesla呢? Tesla是用美國的 我們要益美國 既然比亞迪這麼好 他真的還會來香港說什麼 又說要做的士 又說要香港招賣多少萬架 但是為什麼現在 不讓亞迪我來香港 我看不到 可能搶手一隻大陸那些人 搶手一隻大陸 但是另一方面 就算大陸也好 但是去到最後 你見到 你見到好像胡錫進那些 都馬上在那裡 嘗試講一些不同的說話 叫大家不要講到 搞到那麼大件事 好像之前講的 美課的問題 為什麼呢? 環球時報 就是二國應該是非常強硬的立場 但是你見到 突然間這一陣子好像沒有那麼強硬 有什麼看法呢? 是不是覺得 其實我們都是一個大國 我們不應該這樣 我們應該要遷就一些小國 有時候它的產品 都沒有人買的 就幫一下你 幫你宣傳一下 那你作為大國 小國沒有可能提借這些小國的產品 我們唯有接受它 小國你說美國嗎? 真的很誇張 小國不 小國不 人家說過幾年之後 GDP追過美國 現在還沒過嗎? 所以 還不是小國 這些 人口少一點 人口少一點就是小國 所以就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全世界都是小國 除了中國之外 除了印度 可能印度多一點 就是胡錫進呼籲 停止追擊Tesla 我們的目的 就不是讓他滾 是不是? 那個情況就是 你知道了 去到今時那個情況 當你全部人 那些人說切廠 又說是要這個脫鉤 又是再講一次 脫鉤 現在講聯繫匯率那種的鉤 講的是一個鉤的鉤 就不是歐洲的鉤 那個脫鉤就是講的是 美國很多一些企業 在講的是 Donald Trump領導 或者是那些比較上 鷹派那些有所講的 就是要將生產線 就撤離中國 於是 就不要再在中國 入原產 就是那些原料 又不要再在中國 那裏生產 所以就應該要 將那些廠 搬到第二處 但是Tesla的 就反其道而行 就一直是幫緊 就是 中共的說法 就是 繼續在中共那裏 投資 更加多的廠 繼續 所以有些人在罵Tesla 那些是不斷地擦中共的鞋 就說 完全就是 非常熱愛中共 這樣說 但是另一方面 你現在一個非常熱愛中共的 美國車廠 在這個中國大增生產線的車廠 就突然間 因為一宗這樣的 無理取鬧 是被你這個官媒 是一齊抓來打 是吧 那這樣搞法 是不是這樣搞 真是最後連這些廠都走了 是不是你想要的東西呢 所以去到尾 胡錫進都說 我們目的不是讓它滾 但是你是不是目的要讓它跪下呢 這些就有什麼看法 柴文漢 既不想你滾 但是呢 我們都很歡迎 他們在這裏做生意的 雖然我們 又不會是 用洋貨的了 那 那誰用洋貨 我自己決定 但是最重要 當然很多人都會用洋貨 誰說得好 所以 是的 又不可以趕人走 也都你要顧及一些運程 有照片 其實都知道你 大家都明白 就是除了錢之外 有一定的技術 是不是 有些技術 是希望 看看別人的 不是炒話 看看別人的 所以就繼續有它在這裏 唯有就是這樣 說明 你不要想他管 又想他繼續在這裏 就算有幾多個不喜歡也好 最終其實都是想他在這裏 最終都是要他在這裏 最終都是不會讓他走的 這個就是正正 現在大陸的變道 這些矛盾論的兄弟 就不停在各方面 到有一些的支線 這個就是經濟上的矛盾 他們經常會持住心態 所以現在的情況就是 每次都見到一些古靈精怪的 即一些現象 是不停在那裏爆 做什麽呢 好好地 一單這樣的商業糾紛 又會提升 對你中共的官媒 在那裏幫手 有什麽沒有什麽 生產者責任 這些就是平時你自己 你自己的企業 你想一下 好像奶粉那些 你敢不敢講那些 那些人呢 你自己中國大陸的公司 有些人來這樣要求的時候 就告訴別人 不是喔 這些是尋人之事 他們經常抓人 到最後是美國公司 就見到原來 這樣無理取爛那些 都要幫他 這些又是什麽 自己不斷踩鎖 然後根本上已經是 被你停了 什麽 18公里 就停下來 有些數據又繼續在那裏 追擊 所以所有東西都是政治 那見到另一單又是 剛剛說要多邊主義 反對單邊主義 又是什麽 要支持自由貿易 反對就是 用一個政治打壓經濟 這兩日呢 就在這裏整天說什麽 在報告經濟論壇 都在這裏說什麽 美國的商人都同意 同意中國的說法 就是盡量不要給政治的因素 去影響經濟 這個是中方的發言人自己說的 但是另一邊 剛剛又再爆一單 澳洲和中國的問題又來一單 澳洲提子在中國青關 受了受拖延 長達十日至少四百個貨櫃受影響 那除了這個葡萄酒之外 現在輪到這個提子又出問題了 是不是又說呢 就是一直是要冷凍 都是這個問題 就不停是要延誤 令到澳洲的農民要付出額外的成本 那是不是又是製造了一些人為的關卡障礙 去阻止這些所謂的正常的貿易 有什麽看法呢 澳洲那個關係大家都明白 因為澳洲那裏有一堆的事情 一帶一路那些就不想做 就是令到很難合 他說他取消是他自己的損失 根據中國的說法 有什麽所謂呢 所以誤免一些提子 紅酒 那全部都不會讓你進來 都是損失的 那損失就是令到 哎呀我令到我們天朝的人 可以買那些東西 那天朝的人有這麽多的物質 又有中國的紅酒 又有中國的提子 那爲什麽只要吃澳洲那些呢 所以你自己回去找其他人買 或者自己吃光 那這個正確就是拒絕的心態來的 那爲什麽你不接受人家的大陸 爲什麽要拒絕人家 爲什麽要終止別人的項目 那最終現在你們便中招了 是吧 現在我們拒絕你的東西來 那看著 接著應該更加之多澳洲的東西 因爲澳洲那方面 就是不肯做一帶一路的什麽的項目 那變了會來多 那大家看看香港有什麽便宜的東西 可以做一下 即除了紅酒提子之外 相信一定是會陸續有利的了 那麽 那麽除了這宗澳洲和中國的磨擦之外 那麽未來又肯定又再出現英國和中國的磨擦 因爲英國國會 那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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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等於經常在這裏說 我們在這裏說 日本的軍國主義右翼分子 反人類罪行 這個就是exactly 就是在當年 這個戰後的法庭 對日本的軍國主義者所判的那個 所謂秉級戰犯那樣東西 那麽現在的問題就是 大家不要 這個又要再說一次 因為早兩天有說過的 就是這個 甲級戰犯 然後很多人就用這個甲級戰犯 就以為就是 甲級戰犯就是反人類罪行 是吧 那丙級戰犯就是侵略罪行 是吧 然後就倒轉了 意思就是 甲級戰犯 其實是說這個就是侵略 破壞和平 侵略罪行 丙級才是反人類罪行 就是你搞屠殺那些全部 都是一些丙級戰犯來的 就不是甲級的 那麽多年來 那些中史 或者很多人 在這麽理解上面 是完全不求甚解 見到甲就以為厲害一點 是吧 然後就覺得這個是一個 反人類罪行 所以就 既然是反人類罪 當然要去懲罰他 當然不可以讓他們去 就是 就是 參拜他 是吧 但是很明顯 這是一個邏輯上的 一個謬誤者 因為沒有查過最基本的資料 是吧 其實就不是這件事 那麽現在又很不幸 是吧 就是現在見到英國那邊 是用一個提升到 反人類罪行 去講新疆的事情 那麽是不是真的非常之 就是強硬的立場 在名譽上 在聲譽上 對於現在中國面對著的問題 是不是一個很大的 一個所謂的 就是 面對的困難呢 搞到以後對著新疆 所有製造的事情 或者對於新疆和中國等等 在海外的問題 英國這樣來處理的情況 才有什麽看法呢 那麽的確這個問題 已經變成了一個很黑白的問題 就是究竟用新疆麵 那麽為什麽成為了 在國際關係上 都很逼女生的問題 那麽這個對於 其實大陸來說 是幾時底的 因爲那些貨在他那裏 那麽他出不了 那麽要吃飯的就是他自己 那麽可能他叫 內銷內 連裡面 有十個存環一點都好 那麽但是都 其實裡面的存環 大家知道 是跟外面賺的錢 是兩回事來的 那麽裏裏裏裏 就是拿到錢回來 賺外面的錢 是和自己的糖水裏 裏裏裏裏裏 那麽的確是兩回事來的 那麽要大陸去承受 這麽大的風險 那麽還有他亦都說明了 這個是會製造失業的問題 甚至現在他是拿到 其實你買我 他都承認了 我是會搞到那些人是沒什麼做的 也都禁止了一些棉花 就是沒有人買 可能生產很多自己 10億人 11億人自己去買所有的東西 來用 沒什麼可能是這樣的東西 那這些正正就是 他在外交政策上面去得太盡 令到這一刻都很難再收法 那當然這些問題由誰帶出來 大家想回新疆棉的問題 都已經說了很久了 如果不是這麼多人說 大家狼狼撿博 看不到 不周圍問 都算了 但是又要拆出來說 你看到共青團 在某一個時間內 拆出來說 最終拆出來說 大家就越說越多 而你一把聲 但是別人在外國的傳媒 有很多把聲 也都引起了很大的國際關注 這些國際關注最終的話 就是令到整件事迫力分明 要是就繼續用 就用 就可能是大陸那邊先 你自己來銷也好 或者你附給綿電 給那些什麼 推薦坦那些粉絲也用也好 但是賺到多少錢 大概就明白了 但是真正有錢買的東西的人 或者很貴價錢買的東西的人 他們說不用 因為用了 他會面對著消費者 或者他們自己國內政治很大的風險 這種分野的情況 那哪個時代 有聲音的分析很清楚 大陸這樣搞下去 其實對於他來計 就在貿易上 除了口善之爭 有些快感之外 我看不到他在實際的得益上面 究竟是有幾多 究竟是可以有什麼的著數 真是完全找不到 你講一下英國的國會通過 知道英國國會 你自己已經是一個最高的權力機關 意思是 在英國的政制之下 國會是無常的 國會無常論 意思是國會是凌駕於一齊 凌駕於政府 也凌駕於皇室 所以國會是決定一切 所以國會通過這件事情 跟其他地方的國會通過的情況很不同 譬如美國總統是凌駕於你的參眾兩院 在英國國會是第一的 所以現在的情況 就是在英國這樣通過之後 政府想走棧的空間將它細很多 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但是另一方面 等於剛才講完 你在所謂的包咬頸 咬完一大輪之後 跟著香港也同樣道理 現在看到很多不同的包咬頸問題 政府是繼續在這裏 保安黨繼續在這裏 當然其中之前也在講的一件事 這個病毒 今天見到有另一宗報道 有關於這個 飛鎔曾經在西營盤的華美達隔離 然後鄰房一加三號 就染疫兩個人帶有N501Y 什麼叫N501Y呢 就是南非變種病毒 但是南非變種病毒 絕對是不會有歧視 絕對就不會有這個排外 絕對就不會有這個污名法問題 根據平基會現在的做法 平基會就是說武漢就死了 說這個南非變種沒有問題 所以現在情況就很奇怪 當然蘋果日報就現在非常尊重 用N501Y不會用南非變種這個詞 但是根據現在見到其他土共報紙 繼續用南非變種的 所以就見得到 這個就很奇怪 平基會覺得沒問題 最重要是歧視外國人 不要緊要 只是歧視大陸人不行 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 所以這個南非變種的問題 帶到去 是不是已經進入了香港社區 這個是非常嚴重的 你知道南非變種是 就算是最近那種 講的mRNA的那種疫苗 就是Biontech那些 都說是令到抗體大減九成 所以基本上是現時的 所有的疫苗都是 幾乎是絕對是失效的 除了最近這些mRNA 已經可以頂得住之外 所以科興雖然說 是否只是減七成 還是不知多少 但是你知道五成幾 減七成下去 就已經基本上是 又去到一個無效的地步 所以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你還是否可以繼續 覺得在這裡 要放什麼 旅遊起泡 是不是又來一波的詛咒 就是剛剛從新加坡 押後過一個星期 是不是要再看數據 然後你又 有南非變種已經在社區 那裡傳染感染 是不是一個更加大的問題 你覺得南非變種大規模爆發 就是很大件事 因為現時的疫苗全部頂不住 還有他的 所以散播力是更強的 有什麼看法呢 其實新加坡那個去暫停 旅遊起泡的情況 昨天還很多人誤會了 以為香港那邊屬 但就不是 其實新加坡本身那邊 這陣子的疫情比香港更加投石 因為不單止病毒變種一種 就已經在社區那裡 而已經停了一陣子外勞的宿舍 那它又再爆發 所以令到新加坡變得很擔心 就是因為外勞宿舍的住環境 就算起了一些新的給它住也好 其實都貴王多養 最重要是新正一點 看上去光明一點 但是主人都是這樣 主人都可能是在一個很困住的環境之下生活 對它來說生活在既安樂之餘 其實要全部病毒都是很容易的地方 所以新加坡那邊屬 今次是自己應該 以今天例如《蘋果日報》 或者《蘋果社》等等的說法 就是他們那邊說 不如早上一星期才算 但是現在我們見到 連新加坡那邊的病例的數字都上升 香港到暫時見到 總會有但未斷尾那隻 但又不算幸運 不算是反彈那隻 但是雙方如果再說 特別去談什麼 有起泡 就是這陣子落實的話 我相信都會面對很大的挑戰 原因就是因為 的確這種病毒去到某一個地方 你見到傳播的速度 和散播的情況 都是令人挺吃驚的 最簡單就是大家見到 在印度 再加上在菲律賓 那樣情況 印度現在每天 就是打破自己昨天的紀錄 每天都向著一個更加高峰 而且它的高峰已經去到30萬以上 高峰就去散播 那還要大家不要忘記 這些散播 它很快可能又能回復 因為可能一個人出現一個人 這個是N01 是更加強絕染力的 所以現在的情況 是因為這個外院 入住隔離酒店 然後隔離酒店隔離房 就有人已經確診了這隻變種病毒 於是乎 就連他都種了這隻變種病毒 然後他種了這隻變種病毒之後 然後呢 就在4月17號 就開始去到僱主的住所裡工作 接著呢 4月19號去過中環萬邦行那裡 接受檢查 是吧 又去過入境處八樓 然後也去過這個和後大道中的 一些所謂的僱傭公司 他有職員講解 去22號呢 就檢驗的時候 終於確診了 那所以由萬邦行入境處 和僱傭公司 都全部要強制檢測 是吧 但是呢 你見到就是這個散播力 如果你是強呢 你想一下 他怎麼會種呢 他不是在 即現在見到 主要他應該不是在他來自 他自己的地方那裡種 是因為他來到香港檢疫的時候 在那個檢疫酒店裡種 檢疫酒店隔離種了 他現在種了 接著呢 他現在還要這麼多人 種完之後呢 四圍走喔 那是不是代表著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都很容易令到病毒已經流入社區 所以這個有什麼看法呢 陳文文 確實是 現在你看到那個病毒 是已經 由於他 他沒事的情況 是令人覺得好像 隔了很久才會出現有事 那所以呢 那些人沒事 當然就是走的了 因為 現實是 所有的生活 已經除了戴個口罩之外 除了要量體溫出入 就是可能寫一下 名字寫一下電話 或者咄嗟我的開口罩之外 都已經是 差不多了 那他如常的活動 那如常地都將那些病毒 散播去這樣的地方 那這個正正就是整個病毒 最恐怖的地方 那我要講的問題呢 就是 最大問題現在是什麼呢 第一 這個不是普通的病毒 這個是一個最 目前眼下最毒的一個變種的病毒 是 現在呢 我們香港就已經中了 以及有人在社區中了 是嗎 而醫合呢 就是有人把病毒去帶入社區 這個其一 危險 危險的問題 第一樣 是嗎 第二個問題呢 就是 要問回你的檢疫酒店 如果你的檢疫酒店 不是做到檢疫的效果 還是做到散播的效果 散播酒店 那你是不是要去檢討一下 這些檢疫酒店出問題呢 是那個檢疫酒店裏面的設施 沒有理由的 你檢疫酒店的目標 你就是要把那些病毒去隔離 現在你看到 新加坡已經投訴過 之前的儲存的情況 就是說 因為那些人共用的電梯 就馬上全部攪拌了 是不是 就是你如果在檢疫酒店裏面 是幫忙傳播病毒的 你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一定要重新 立即 你政府第一件事 就是把所有這些檢疫酒店的措施 要重新檢視過一次 你有沒有做這件事 看不到政府說過這件事 是不是 第三 之前還在這裡只是檢驗那些 什麼Y型O 然後又說沒有病毒 然後最後又懷疑 那些東西 就是全部是整件事情 跟著下去 你現在講S型O 跟著下去 你要講的就是 你檢疫完 接著有些人中了隔離 隔離完之後 你又要再檢 然後才給他出來 你現在政府送他去檢疫酒店 接著那個人就中了 接著他又不知道為什麼 又查不到他有事 他已經出來了 即是他計足日數就出來了 意思就是 你出來的時候 又不需要再檢疫 不需要再等一個綠燈 才可以給他出 基本上 你夠期就給他出了 那就是證明你這個所謂的 檢疫制度裡面 是一個很大的風險 我又見到一個漏洞 漏洞就是說 如果你在檢疫酒店裡染疫 你是完全不會有任何的檢測 令到你知道原來你有可能 接著染了病 接著導致於 你原本 你的檢疫是沒有意義的 即是你進去之後 一些沒事的人 送去檢疫 接著他中了 接著也不會在任何抽檢之下 他就出來了 接著就染到其他人 也就是說 你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漏洞 是不是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漏洞 就是你原本沒有危險 就會變有危險 你也沒有任何措施去制止一些新的危險 這個是證明了 為什麼我們香港的疫症 一路脫不了美的原因 你這個政府沒有任何的 一個跟進的措施 去改善這個流程 而問題是 你不去想這件事情的話 說其他事情 有什麼旅遊氣泡 有什麼放寬 有什麼開關 全部都是浪費 你一天不去改善這個問題 你根本上完全 後面那些都不需要想 所以你看得到 我們經常都說 為什麼這個政府做到這樣 麻煩你做好它 是不是 用一下腦 你收這麼多錢 麻煩 就是負責任好 好不好 就是要這樣說了 今天節目時間到 我們非常多謝大家 好 下個星期下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今天是由2012年的12月17日 藏立 服務全球的華人 我們賣藏了一粒種子在地上 這粒種子就是香港的言論自由 香港的情況是非常之嚴峻 為大局著想 我們極需要團結一致 我們決定繼續堅持下去 無論環境如何改變 我們的信念始終一層 我們信念始終一層 特別刺腳的溫柔 未倦兩岁來輕鬆 如果幾多激情 真会不智能 但我心里总有一天 定会走得到更好 含着爱 我无走开路 含着爱 全球听到 在这一刻跟你 终于我拥抱 就算始终失忆到 今生已再没奉劳 从这高高低低 弯弯曲曲终于岛 求问你开开心心 我讲真话已极好 公义同行能做到 悲铁文人士极好 被他怕惊奇的波子 半道路 在这高高低低 弯弯曲曲终于岛 求问你开开心心 讲讲真话已极好 公义同行能做到 被铁文人士极好 被他怕惊奇的波子 半道路 盘着爱 这一刻 这一刻 讲真话 盘工医 套年文 全部都没 这一刻 这一刻 我给你拥救 我可以拥救 另一个方法给你 77087-998-883 你可以去到贵源机 入数去恒新银行 77087-998-883 去恒新银行 77087-998-883 你收据 写上这一把用户号码 或者自己的个人资料 联络电话 最重要的是付款的项目 例如你订了香港台 加VPS台 直播重文下载 再用手机拍下它 E-mail去 Info and D-883 三个工作天内 我们就可以为你开通的了 记住恒新银行号码 77087-998-883 有Q仔 普通人 可以货币 Bitcoin和这个称为以太币 因为14号美国在加州成立的Coinbase 而这两个币值又再创新高 Bitcoin就在上市 个人来说 因为这个上市数值大动 就曾经去到 就是在这个64,000几 接近6,500几 那以太就很厉害了 现在去到2460几元 看到这个Coinbase 终于可以上市 其实就是看到这个本来 是作为一个 特别的货币 开始变成主流的一部分 就是无论最近就做到 包围仪 好像有说过 就说 就是严格之意 这类的可以货币的 就是其实就是 没什么这个实际的价值 是不是觉得很明显 就是有这么压价 D100舞台 有Q仔 无穷人 港币500元3个月 快点登入D100Win.net 或者7至到上晚 D100专门店 赞助订购 查询电话 22971825 接下来所提供资料 仁公参考 可得时为有 买卖任何金融产品 的投资建议或推置 任何资料不确或违流 引起资讯室 一概与D100无关 D100也不会负上任何责任 D100上江上市 不理3721 一年365日 575就可以 那话说呢 我们之前就洗手的 那我去到厕所 跟着有个姐姐就清根杰杰 说哈喽 会不会呢 那我见她这么热情 我就说thank you 那我就走了 但走之前她就 你不去厕所啊 我说得这么关键 你不可以了 我说你去厕所 你不可以了 反正 我说你坐下 就是等于厨师煮完 你不吃 或者吃不完 他就怒了 厨师煮 你不烤了还剩下这么多 是不是我煮了 不好吃啊 经业谅言 有几个工作呢 其实真的很影响 整个城市那个卫生的 比如清热工人 倒垃圾那些 真的要尊重 也要多谢一些 因为我们要做这方面 服务的人 D100香港台 星期一至五 上周十一点 到下周两点 D100现在转播 BOA新闻天地 支付内容 明文代表本台立场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 月月广播 现在是4月23号星期五 也是美国之音的国际神文 由美国主办的领导人气候峰会 在世界地球日 4月22号 美国时间 星期四上午 8点钟召开 拜登总统和 四十几名国家的领袖 透过视频共产对抗 气候变化 拜登总统说 拜登总统在今年1月27号 签署了第14008号 总统行政命令 应对国内外气候危机 预计成立一个全球性的 打击气候变化的金融库 拜登总统在奉会第一日 宣布了这项金融计划 拜登说 今天我们宣布成立 美国第一个国际气候金融计划 这个计划代表了 我们的远景要为全球协调一次 抵抗气候变化 注资这个计划有详细的步骤 要求美国联邦政府单位行动 增加气候金融的质入量 并且将刺激私人企业 在发展中国家 同时在美国国内 提供更多解决气候方案 拜登总统说 每年将会注入一千亿美元 帮助发展中国家 达到气候目标 并且在2024年之前 发挥给阿玛总统时代 两倍的经费的月程 他说 美国的发展金融合作计划目标 是推动零牌坊 预计投资项目 将会持续到2040年 并且在2023年之前 将新投资案的气候 专项金额增加到33% 而美国将会是全世界第一个特标 两名美国共和党国会参议员 星期四提出2021新冠疫情 起源法案 这项法案将要求 拜登政府对涉及武汉病毒研究所 和官藏会福大楼行起源的 潜在联系的情报进行解读 这个法案由来自密修里州的 共和党国会寻院福利 和来自印第安亚洲的 共和党参议员布鲁因共同发起 在一份声明当中 超管连利任何对武汉病毒研究所 所提出二汉人都被称为一个任务论者 实在是需要知道 这次大楼行是否是 武汉实验室疏伐的产物 但中共已经尽一切努力 阻止可信的调查 该法案法案的共同发起人 布鲁因亦在声明当中 说各种新冠疫情起源 对预防未来的大楼行病 至关重要 随着与病毒起源的调查 和研究的继续进行 拜登政府应该解密 和中国报案的生物研究实验室 和新冠疫情之间 任何潜在联系有关的情报 美国《华盛顿邮报》的 编辑委员会也曾经要求 拜登政府解密 和这个实验室有关的任何情报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在美国时代星期四 通过了恒生的规定 以行规定要求 广播电台或者电视台 币路外国政府 或者他代表 在他们的播出频道 遭用时间的情况 这个生命规定被认为 是针对越来越多地企图 在美国国内宣传 某种聚述方式的外国政府 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 或者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星期四通过的规定 任何电台或者电视台 在外国政府 或者是政党赞助 他们播放的内容的时候 必须在节目的开支和结尾 对此促出清楚说明 这个监管依求在发声明当中 说这个规则的改变增加透明度 凭着确保在外国政府 或者他们的代表 利用广播和电视 说服美国公众的时候 受众提支持的 乌克兰总统在星期四 说俄罗斯减少在乌克兰附近的兵力 正在缓和这两个邻国之间的紧张国势 但他同时警告 乌克兰必须要保持警惕 俄罗斯较早时候下令几万军人反复 圆满的注地 在之前俄罗斯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 集结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紧张国势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推特上 说在我们的边界上减兵力 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紧张国势 他说乌克兰永远保持警惕 但欢迎任何在顿巴斯减少军事存在 并将缓和紧张关系的步骤 顿巴斯位于乌克兰东南部 自从2014年以来 两国一直在这个地区发生冲突 在那一年 俄罗斯占领了克里米亚 并开始支持顿巴斯地区的分别主义者 捷克共和俄罗斯两国之间的争论家劇 捷克共和国在星期四下令 俄罗斯从鲁布拉格大使馆迟就更多日月 上个礼拜布拉格拐组了俄罗斯大使馆的 18名工作人员 并且说他们是情报人员 有分来自于捷克指控俄罗斯间谍 策划在2014年一座捷克军火副爆炸案 布拉格方面声称 这些俄罗斯间谍是刺手一名 是英国的商料间谍的特别行动组的一部分 俄罗斯否认这些指控 并且4月18号拒组了20名捷克外交官 美国之音国者新闻报道完毕 香港民意研究所最近公布最新十大政治团体评分变查 结果显示所有正义的评分 全部低过50分的合格水平 排名第一位的是较早前传了可能被当局取体 有多个成员组织推出的民间人权神线 得分只有40.2分 排名第二的民主党得分38.8分 创1994年以来的新低 学者分析 国安法下年轻人普遍觉得政府不听民意 政党失去民意中计的角色 甚至很多泛民政党和组织 都在国安法的压力下被冲散 当政党失去凝聚民意的作用 可能更加激化社会矛盾 更加不利于政府的管治 下面是美国之音第二记者 在台湾中香港法来的报道 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 香港民意研究所 星期二即是4月20日召开记者会 公布最新十大政治团体评分物以调查 这一次调查是在3月底至4月初进行 由真实访问员以随机抽样电话访问方式 分别成功访问了1010位和1003位香港居民 调查结果显示 受访者对香港十大政治团体的最新支持度排名 第二位是较早前传出 可能被当局取缔 有多个成员组织退出的民间人员阵线 得分是40点2分 民阵2019年6月开始 多次发起百万人反送中大游行 对上一次在十大政治团体排名第一位 是2019年9月初当时正值反送中运动白热化阶段 得分是50点2分 一年半之间得分大幅下跌10分 排名第二的是民主党得分是38点8分 第三位是公民党得分38点2分 第四位是人民力量得分同样是38点2分 第五位是民建联得分是35点4分 第六位是自由党得分35分 排名第七至到第十位的是 社民联、工联会、新民党和热血公民 得分是34.6、33、29.7和28.7分 相较于对上一次六个月前的同类检查 民主党、人民力量、社民联和热血公民的提分 都录得显著下跌 而民阵、民主党和公民党分别录得2005、1994和2006年 首次被评分以来的新低纪录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表示 十大政治团体的得分全部低于50分的合格水准 虽然民主派政党和组织的得分普遍下跌 也都不代表建制派政党得到市民普遍认同 记者问及民主派初选47人案 以国安法地起诉 当中四名前公民党成员 包括被还押 得获保释的杨岳桥、谭文豪和郭家琪 和获取保释的区议员李宇信 最近发表联署信表示 公民党在立法会的层面再没有参政空间 区议员也都可能面临同样命运 写在墙上的政治事实是 公民党已经完成了历史任务 呼吁解散公民党 民主派在国安法之下出现的退党潮 会不会影响市民的评分 钟建华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 较早前民阵都有多个成员组织 在国安法的压力之下宣布退出 他认为四名前公民党成员 发表联署公开信 可能是受到政治压力 只要你提到有几位公民党的议员 现在在区留所里面 他们发表公开信 说要呼吁解散政党 我现在留意到 国安法的主席也有很多方法 至于他们几位 为什么现在在区留期间 是四一份四个人 为什么可以联合议员 你一死都会有什么信呢 我知道房间人都会有不同的揣测 有人说可能是被人叫他要死 这样说 这个我们暂时不知道的 但是你又想得太多了 钟燕华认为在国安法的压力之下 确实是有冲散公民社会的效果 现在在整个大环境下 当国安法用一种这样的方式来实施之后 确实是有冲散公民社会的一个作用的效果 我感觉当你冲散人自危 不知道会不会被人取代 会不会因为你政党的纲领 而我自己都上身的话 那难件就真的有点不宣散 他都说有些人在各种理由下 就会觉得我会暂时给你冲散先 所以这个确实下 我们是冲散了这个公民社会的 钟燕华表示 政党或者政治组织的作用 是凝聚和反映民意 也都可以协助政府处理政治纷争 它认为今次十大政治团体的评分 全部不合格 也都反映市民对政党的前景 感到灰心 加上北京大幅修改选举制度 市民普遍认为政党已经没有政治前景 它认为当政党失去凝聚民意的作用 可能更加激发社会矛盾 更加不利于政府的管治 我觉得现在问题 我们发现会是这种状态 对于将为香港政府和香港社会有关持 当政党平均更低 当政党没有了作用 当党都散了 当人都退党 整个社会是散了 现在是不是这样 实际上是有利于香港一国两制 幸运寺院有效管治 我觉得这些事情都很值得大家 前香港政策透视主席 写公公为心表示 政党在香港社会有中介的作用 可以协调市民和政党之间的不满或者减少矛盾 他认为北京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 民主派政党有余被废武功 难以发挥功效 加上国安法之下 年轻人普遍觉得政府不听民意 民主派政党失去民意中介的角色 公为心又表示 他访问了十几名 十九至到二十六岁的年轻人 发现他们认为 就算现在的社会环境无力感再重 他们对政党的期望 依然是希望可以表达得满 他认为民主派政党评分普遍下跌 可能是未能符合年轻人的诉求 对于现在这样的情况 他们希望期望政党是怎样的呢 但他规纳度只有一个 就是他们觉得 就算无力感很重也好 都仍然要表达不管 重点是什么呢 原来表达不管已经成为了一个 实践言论自由民主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我还可以表达不管 不是去到一个境地 表达不管都不能够 原来青年人是很重视的 所以譬如我估计在这里反映了 譬如例如民主党 公民党 社民连 热血公民 这些政治团体的下降 会不会就是可能会觉得 对于就算是这么绝望的 或者这么情维的情况下 都未好好去到表达不管呢 这个就未知是可以再去问 或者再去了解的 对于民主派政党出现退党潮 龚伟森认为 正正是反映香港在国安法之下 政治环境的荒谬 事事都要看北京的意思 这么理解的 退党是一种 好像我们又可以这样 就是一个个人的层面 是不是 不过我们又这么想 就是一种拒绝 就是我不玩你这个游戏 我就走 就是你还起来 当然这种是怎样 就是可能要公众再去论论 是不是OK 而在那个位置 就是这种退出 其实如果在政治的层面来说 其实是不是在反映一种的不满 一种的不和调呢 例如说可能47位 已经被拘捕 已经是又不给模式 又要还客 其实这个也都是正正突显着 就是现在我们政治那种的荒谬 还有一个种是 很明显的就是看看赢头 是不是 就是很多的原因都好像是自圆其上 风卫心表示 当香港社会失去政党的凝聚 年轻人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 希望去发声 找未来的出路 变成另外一种公民社会的体现 他们会自己 自组不同的组织 自组不同的组织 自己是可能搞布置 搞出版 或者有不同的平台 他们自己去探索一下香港的出路 这些未必是我们会知道的东西 就是我们真的要去找他们 去问他们 当然我这样说出来 会不会很危险吗 对他们来说我也不知道 不过 但是因为没有了那些正常的渠道 或者正式的渠道 所以唯有删除了很多非正规的前途 又这样说 其实也是另一种公民社会的体现 就是他们仍然是冲于 希望追求民主自由 这是一个很重要 不过现在好像有国安法 这些建制被人弱 所以要弱一弱 弱一弱是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从此就撤退了 不再谈呢 这个弱一弱 是不是从此就变身 支持可能是变制 或者可能自经党 可能这个又未必 我们又不需要 又不会这么看笑一些年轻人的 美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 通过两项议案 其中一项目的在于 确保新疆维吾尔治治区的 强迫劳动产品 不能够进入美国市场 另外一项 显摘中国当局 针对维吾尔人 和其他少数民族 和宗教群体的种族变责行为 和反人类罪行 昨天美国丁记者李又华 在华盛顿报道 众议院外卫 每周3、4月21日下午 以口头表决方式 无意已通过编号 HR115的 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化 以及编号 HR317的决议案 尽管中国当局 试图掩盖他的暴行 但越加清晰的是 针对维吾尔人 新疆人民的持续约代 已经構成了日雷雅公约 对种族灭绝的定义 众议院为委会主席 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人 黑米斯 在委员会审议会议上 发言时机禁港架 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化 为委员会的回应 最一步增加了实际威力 黑市众议院继续说 一项法案中禁止 重新加进口货物和商品 并对中国少数民族 执行强迫劳动的官员私家制裁 同时呼吁制定外交战略 应对该地区强迫劳动的问题 又来自麻煞与塞州的民主党联邦 众议院麦歌文 以及来自新加西州的共和党联邦 众议院史密斯 共同提出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 包括一项可反驳的推定 也即所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生产的商品皆被推定为 由强迫劳动制造 除非提出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 来够推翻这项推定 否则一轮禁止进入美国 法案中授权美国总统队 在新疆对维吾尔和其他牧师 民众强制努力的任何人实施制裁 要求被列入名单的美国公司公布 与有关中国公司和实体接触的财务情况 今年才上任成为众议院 外委会主席的民主党众议院 维吾尔表示 委员会的职责 你必须在通过的每一项立法中 立入商业、经济、环境与战略等多重考虑 但最重要的是不能够在美国的 都会有道德的义务去承认这些事实的罪行 是种族灭绝 中国共产党正密切地关注我们今天在这里做的事 事实上全世界都在提醒 吾尔而称 现任国务卿布林肯和前任冯佩奥都已经表态 正是中国发生的是种族灭绝 现在是时候美国国会应该进入步行动 对中国共产党所犯下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发声 拜考以众议院是这么说的 这两项与新疆人权有关的法案 在通过众议院外委会之后 接着下来将会提交到众议院全院等代表权 去年9月上届国会众议院曾经以406票被3票的压倒 多数通过了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 但直到国会戒满这部法案 在参议院并未出得进展 世界国会开始之后 麦歌文和斯默斯等一组两党议员 今年2月份重新推出了这部法案的更新版 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院努比欧 同来自俄纳江州的民主党参议院麦霞里 已经在1月联绝推出了该法案的参议院 最新版本永 而上天是美国志愿记者的日划 发自国会山的报导 在确认将从印度和其他来源 罪得超过200万剂新冠肺炎疫苗之后 台湾在南美洲唯一邦交国巴拉圭总统阿布图说 巴拉圭愿意直接与中国厂商合谈疫苗采购的问题 但是不接受任何形式以疫苗换取外交关系的勒索 下面是美国志愿记者中晨芳在华盛顿报导 巴拉圭总统阿布图4月20日 在总统府收放的时候表示 巴拉圭已经和印度签约扣买200万剂的新冠疫苗 也有信息将会向下星期收到印度的10万剂疫苗 而此外巴拉圭还得到承诺4月底将会接到13万4千剂疫苗 因此他对于巴拉圭将会得到的疫苗感到六半 也都认为今年底或者年中的时候 巴拉圭会有一定数量的疫苗可以推进接种疫苗的过程 但是阿布图也都强调巴拉圭不接受任何涉及到疫苗采购与外交条件的勒索 他在推文当中提出了一段的说话 他说 他们是从任何地方购买也都没问题 但是他们不会为采购疫苗接受任何的勒索 然后也都带动中国厂商直接打架到他保持开放 不但又涉及到他们外交关系任何形式的提案 台湾外交部在转推阿布图的推文的时候表示 他们是赞赏阿布图对于维持巴拉圭独立外交政策 权利采取有勇气以及原则的立场 无国家应该是被落实或者是霸离 尤其是在涉及到整个生命的问题上面 只是为了推动一个政治的理程 一段时间以来 巴拉圭人民因为对政府处理新军业制不满上间抗议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月中 在和阿布图通电话时后 表示愿意对巴拉圭人民受到疫情影响提供协助 也认识巴拉圭和地产业合作 共同克服疫情所带来的困难 台湾外交部长吴超市上个月下场 在立法院针对中国试图以疫苗 换取巴拉圭和台湾端交易事 合作与巴拉圭和台湾端交易事 合作与巴拉圭和台湾端交易事 提供巴拉圭的疫苗 超市表示 巴拉圭政府知道当地动革者 会后有中国的影子 中国的资金 以及中国的管道 他们对中国在生活通知 而华士顿威信中心 拉丁美洲顾目主任 葛丹上个周末 对加拿大通信社表示 中国的做法就是疫苗外交 中国对拉丁美洲提供了10亿美元的商品贷款 却是拒绝提供新军疫苗 及与巴拉圭因为巴拉圭承计台湾 葛丹表示 有来自巴拉圭外交部的报道 中国政府的中间人明确地表示 巴拉圭将不能够取得中国疫苗 除非它改变对台湾的立场 过去几个月以来 包括中国和俄罗斯等 那等威权政府 已经在疫苗外交上面 潜具领先地位 大通信社会上最大的独裁政权 利用这个外交天会 永远不是第一 等到古墓的事 台湾外交部发言 欧光光明星期三话 台湾乐电和阿拉圭 在开国政府及各方努力之下 陆续顺利取得所需要的 新军疫苗 面对着疫情的蔓延 疫苗取得不单是宫外问题 亦是人道疑态 有关各国人民的生命 与健康的事項管理 应该是民政治操作的工具 他说 不单是关一位政府 不接受任何的疫苗开交落所 台湾同样更别法队 任何以人肯附带条件的方式 提供疫苗作为破坏台湾 包裔的手段 九日时报上个星期报道说 疫苗取得的困难 使得巴黎米感到外交转向的压力 巴黎维外交部 对阿塞维多外长上海 亦向一个电视宣传当中表示 不仅是清楚表明 对与巴黎维建交的压力 他在怒维和疫苗中够 向台湾和美国施压的时候 即是抛出了巴黎维外交转向的前景 阿塞维多表示 如果经济情维令到他们把手 呼吸蜉蜜之苦 这个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阿塞维多部长还表示 他认为他们的战略伙伴 包括美国和台湾都必须要作出反应 阿塞维多外交部 拉丁尼州亦在加勒比尔海市市长 与大内审议议 在我新闻书面会 上面也都对巴黎维是否因此 深压力与外交转向的问题 表示 巴黎维先前确实 是有疫苗取得进到此 换的问题 当时的情况局 并且造成了巴黎维的政府的动作 不过在各方协助之下 提供巴黎维的疫苗 已经在陆续低下 我亦都持续进行虽然的疫苗采求 他说 部分的外媒系 根据先前的情况进行报导 导致台湾民众 愿想有欺及台湾和巴黎维邦交的引诱 甚至部分有新人士 期望发生邦交不坏的执行 他要特别重申 台湾和巴黎维邦交 困顾所谓的台湾和邦交的迷惑 面对的断反的谣言 绝非事实 巴黎维外交部 在3月21日 两项声明当中前提 关于媒体报导 有宣传 带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或者中国参数的中间人的要求 巴黎维必须缺断到中华民国 也就是台湾的关系 才能够靠外新冠军 并且一时至今并未得到够疫 而且这个的铁颈未有症痛性 因为即使是巴黎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也没有外交关系 但相互维持正确的贸易很久 中华监部奉议和川银行 被问及到能否正确有关事宜的时候 表示关于巴黎维的问题 这个是典型的恶意虚假神性 他要指导台湾有些人 在背后做了一些小动作 他要证据台湾的一些人 不要靠政治操纵 以后是早要污蔑 因为这个倒是头颅 而是美国自音记者 中神方华盛顿报导 美国太空司令部司令 迪金森星期二在听证会上说 中国太空力量持续迅速发展 对美国构成报告进逼的 中国希望利用太空力量 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经济 和军事领导者 下面是美国晋记者的报导 他指出 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最主要的对手 北京在过去20年 试图开发先进技术 来侵蚀美国的核心军事优势 例如力量投放 和迅速全球性的太空精进发射 今天的太空领域 模仪是战斗领域 中国试图以置身的太空资产 向美国的太空力量面临风险 迪金森表示 中国在太空拥有400多枚卫星 等次于美国 俄罗斯拥有近200枚卫星 但到2030年可能会增加一倍 迪金森说 中国的太空产业持续发展 为我们带来巨大挑战 他们在太空领域进行大量投资 如今在轨道上 由400多枚卫星 中国正迅速建立太空军事能力 包括全感和通讯系统 以及大量反卫星武器 但一直以来 中国却持续维持住 它的反对太空军事法的公开立场 迪金森表现 面对这些威胁太空司令部 智力提升以来 发生的太空太细感知能力 以及更好地了解 发生在太空领域的活动 包括潜在对手活动 美国太空司令部 结合卫星和地面资产 分析对手能力 了解威胁以及他们的意图 目标是建立一个 能够实现全部作战能力的太空作战体系 由一支在思考和行动上 超越对手的战斗队伍支持 敌金森警告说 中国部署的卫星包括有机械被装备 可能会接近对手的卫星 并使它失去作用能力 他说中国还拥有多种光率不同的地面 激光系统 可能使对手的卫星系统失灵或者说坏 美国战律司令部 司令李查德表现 中国秘密进行的军事现代化计划 包括核武器和核力量 细图建立地区霸权 阻碍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力量 投射和取代美国作为区域安全伙伴首选 美国必须採取行动威胁中国 李查德说 特别是中国不能再被认为核威胁这么大的国家 中国核战略能力的扩张 都证明了他们的企图在十年内 在战略上平时我们在我们的行动下 中国现有能力在区域范围执行任何可能的特战略任务 并且很快将会能够在周制范围内执行 我认为还要在中国的行为 听他们说了什么 还有他们将会在哪里前进 而不是现在在哪里 我便无选择只能够将中国视为重大战略威胁 李查德警告说 中国针对它的核壁量的现代化速度之快 可以说是每个星期都找到新的进展 尽管中国的核处被目前少过美国和俄罗斯 但整理进行前所未有的扩张 美国如果不开始在核防御和基础建设上进行更多的投资 将会面临在对手眼里失去可靠性的风险 李查德表示 一个星期前觉得知中国现在拥有 比以前更多的快、中、子、真、直、核反应对 如果中国打算进一步扩张它的核能力 那么可以获得它能够作出选择的上限 他说为中国变化速度之快 至少我们要加速来称一点的一个例子 快、中、子、真、直、核反应对 是一种核子反应器 其中的核燃料和快、中、子 在核分裂后产生更多的中、子 产生的燃料当于消耗的燃料 中国拥有更多快对 那就意味着可能正在用开发更多 能够用于核武器的材料 李查德说 尽管美国现在拥有足够的导弹防御能力 仍然虽对现有武器进行注资 确保与事俱进 来到抵御当前看到的威胁 美国核三为一体 洲制弹道导弹、潜射弹导弹 和战略军炸机的延段化 将会是战略司令部的首要事項 这是美国的史上 头一次同事面对两个具有核能力的战略对手 中国和俄罗斯的进展 正在侵蝕我们上规毁食力量 李查德是这么说的 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在清明之前后 在澳门渡报发表系列文章 《回忆悼念过世的母亲》 文章导出温家宝对人心、人道 和人的本质的尊重 以及对公平、正义、青春、自由、奋斗的追求 引起外界的广泛关注 但目前这篇文章已经被微信 以违反微信公众频道 平台运营规范为理由 禁止转发分享 凤凰网等媒体的转座 亦都被释数删除 那为什么温家宝要发声呢? 为什么要被禁言呢? 下面是美国针记者 许波在华盛顿报道 温家宝是其中文内部 推动政治体制外界走得最远的高层官员 大家对他在2012年 有关民众重演的警告毕业犹识 但是,温家宝组件披露 他的家族借他的地位最低财富 亦都有人指出他尽量体制的好处 又想扭取好名声 是一个善于表现的刑底 温家宝为什么是藉着海外 无名小布发声 内地媒体为什么为不与存在 他为前总理的温家宝 难道亦都是被禁言 正论作家、道立学者 五座内分析 虽然温家宝的政治风格 和极左派不同 亦都主张政治体制干涉 到那些 他的编文章当中 无文革内容 不至于因此遭到封杀 他遭封杀的真正原因 因此中共向发表政策上的严格规则 中共高策的言行 是被完全控制 从文本就从来一样 那是一篇中规中复的一篇 独立合政策 那就是从文本上面 亦是一篇中规定 他的范围 或者是几年无证明的一篇 优秀文章 里面明明有任务的政治文章 所有的公平正义 这个概念 亦是公平的核心价值里面 已经是有的 所以文章是没有严重的政治敏感词 所以不构成政治封杀 当然 他的響响性是非常明显 他的母亲是1921年出生 大家都知道共产党的话语体 很多人会感应 党对他们的怀仰 文革部是一个迟都没有 他很多时候都是合意 会被政治的高大上 而是政治正确 又是他一个政治家 和中共业组的力量是完全不同 因为文革部一直是反对文革 一直是主张政改 从英后八六年 他进入政治约的政改小组 他主持党政分裂的专题 对他的影响是非常之大 所以他一直都强调政治内革的普世价值 他在某种意义上 是中南海里面的公知 所以引起公知界 也是整个社会对他的好感 所以这篇文章发表了之后 大家会从这一局的角度 会从认为 可能是因此封杀他的这篇文章 五组内政分析 不来不是这样 这是因为中共的发表政策 就是中共的政治局委员会 以上的行动或者是发表文章 都由于业格的改正 大家都知道 习近平上来之后 当核心 所以以前的谷歌迪雷的行动 消息文章都必须要经过中央办公室 或者是西班在批准之后 才能够公开报道 江泽民曾经在扬州入国 但是只能够在一些游客 合低之后 在他们的媒体上面传播 官方媒体没有批准 不找他发表 当时扬州有报纸存在 公开存在的时候 就被内部处理 所以中共在这个方面 已经宣布对江泽民 是因为江泽民的时代干涉太多 互感冬和温家宝的时代干涉太多 互感冬和温家宝的时代干涉太多 因此 给予内地一个反制 实际上是因为江泽民才是造成这种的传播封杀 中国民主权益 因此所在所掌王丁石 就是因为 不可以过度解读温家宝的核心文章 温家宝从政经历当中 不止一次有个文章 体验普世价值的谈话 但是文章有这些的谈话推断 他都令到人不满 同样 这些文章 和同盟处理没有直接的关联 我听识表现 文章有这些文章有这些文章 就是没有过度解读 实际上 这个不是温家宝第一次对 爱爱港友人情味政治开明的说话 有个例子 比如说2006年的时候 他向北京接派美国 建议一个支付 要报道禁止研究所的所长 有几名的研究员 在那个朝日会 警方中文章部 是大谈一番 他对民主理解 他说 民主反复选计 是想独立权力制衡 基础上的监督 是一个非常之度位的理解 是符合普世价值的 这个在国内议好能听得到 写出来的文章 发表到大陆的期刊上面 文章部在国内议好 小学还相当清晰 符合普世价值的说话 而最开明最大胆的一次 就是以令人议议 各样大会议上面 一番的说话 在那个时候 政治大博在那些事件 他总令人写入 他说 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兵制改革的成果 也都会突而复杀 当时的情况 也说 他要射入 大家可以将他的说话 当时是一个告别言行 也都可以理解 在对左的市场 左的势力的一个效果 但是大家不能都认为 当时他所说的这番说话 就是表达到最高领导人 口感到的北部运动挑战 因此 他在澳门爱发表的这个文章 他也不能够认为 是契财 表达对习近平的购物 虽然习近平都很意思 也都更加谈不上 对习近平的购物 这个文章 虽然提到了公平政治 但是没有提政治体制改革 也都没有提民主 没有这种直接的关联性 黄天成 不怀疑 纽约时报 关于温家宝家族财富的报道的真实性 但是他认为温家宝人 可能并没有参与 家族财富的截略过程 但是他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 对家族财富 起到这个辐射作用 从哪个方面看 温家宝并没有 对中国政治腐败的阴降 黄天成表示 他是不怀疑 纽约时报报道的真实性里面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就是温家宝市财富 如何看待家族的巨厄财富 他是否认为家族的巨厄财富的耐力 是正当公平 他在私底下里面 又是如何教育 以及预触他的子女和亲属 他的家族巨头财富的快速女性 如果没有温家宝市财富的地位 以及他的政治影响力的辐射 是否有可能 他的第一栋针 是从哪里来 他的子女的创与故事 在行边一堂 大家外界都不清楚 从温家宝本来说 他的子女戚类财富的时候 他相信温家宝本来 可能并没有直接干预 他之前方言 他也相信 也都不会有行为 社会财富这个事情 从这个角度 可以说温家宝是青年 但是从政府交出的巨白菜 他会负荣的中国来历 他觉得温家宝并没有处理中国 腐败政治大严谤 温家宝市场 并没有出乎乎乃严不严 尽管他可能对中国的美国有更好的期待 我从来评论 温家宝这个人 是从认为 温家宝作为体制内的官员 能够发表开明言论 是很不容易不敢 就是简单地把温家宝定义成为 是英帝 我从来表示 其实公共知识分子发明言论 这就是公共知识分子的政治行为 言论就是行为 这是一个市民感 这是一种情怀 而且这些东西吸引了很多人 带来到非常多的奉献 被封杀 中共对这些人进行的封杀 就证明了他的价值 题目的意义 或者表达独立见解的一个价值 所以如果一定要用性命的计划 他应该是一个中南海的技术官僚 对他来说是免为其难 为阿普在他的一篇文章里面 对他的母亲进行了变化 亦是对外界的一个遗形 他仍是倾向于 将加坡党日韩 没有过渡这样 体制内的人打一把 全部都认为是同堂合污 以上是美国支撑记者去帮华盛顿报导 中国即将施行的一项管理办法 要求宗教的教职人员 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团队人士说 中国民众不单止被剥裂了 依照宴法应该享有的宗教信仰自由 还必须要效忠于宗教教议相违会的 中共的教议 只会预示着 中国自由将会面临着 中国当局的进一步打压 后面是美国支撑记者杨明 在华盛顿报导 中国国交宗教事务局 今年初制定 并且公布的宗教教职人员管理办法 简称管理办法 将为5月1号去实施 这个主要针对宗教教职人员的管理办法 第三条规定 宗教教职人员应该要热爱祖国 擁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擁护社会主义制度 管理办法还要求宗教教职人员 抵制非法宗教活动和宗教极端思想 又说要抵离境外势力 利用宗教进行的手头等等 并且言明 对违反一项管理办法的宗教教职人员 将会按照宗教事务条例 第73条等规定 予以治安管理处罚 或者追究刑事宅 在很多西方民主国家 政教是分明的 宗教信仰和政党理念 敬畏分明 以基督教为例 基督徒信奉 聖父、聖子、聖神 三位一等的耶稣基督 因此 众共要求教徒必须去拥护共产党的做法 对基督徒来说是违背了基督教的基本教义 因为基督教反对任何凌鸡于神之上 偷像崇拜 而同时 为了配合今年中共建党100周年 中国佛教协会 中国道教协会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 中国天主教外国会 中国天主教主教団 中国基督教三次外国运动委员会 以及中国基督教协会 日前发出了展开外党外国外社会主义 也就是三外的主体教育共同章议 要求宗教信同有系统地展开 以党史为主的四史合广动 重点学习中共党史 和学习新的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 分析人士说 中共通过意识形态和思想教育 控制人民思想的做法由来以求 在十年内乱的文革期间 更加达到登峰槽极的地步 在中国逐渐完善所谓法治的今日 这种意识形态控制更加深入了 本应该独立政党、政体之外的宗教领域 分析人士认为 将中共党史作为唯一历史版本 强制宗教人士接受好做法 本身就不尊重历史事实 无法为广大信徒所接受 美国普渡大学 普世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教授 杨凤刚在接受美国之音障坊时说 中国实行宗教教织人民鼓励办法 和过去几十年里的政策一默相识 中国提出的坚持 所谓四个基本原则之一 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所以现在中国推出这个鼓励办法 并不足为继 梁凤刚说 中国的宗教政策最近两三年有重大的调整 以前虽然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但是宗教教职人员有很大的自由空间 但现在这个自由空间就是被加速 因为从原则上去说 中国共产党坚持画烈主义 其中就包括无神论 中国当局要求有神论的宗教教职人员 长老徐永海对美国指引说 中国要求宗教教职人员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这和正教分离的基督教教已背道以前 他说 坚持家庭教会 坚持正教分离 坚持教会是属灵的 是属天的 徐永海说坚持家庭教会 坚持正教分离 坚持教会是属灵的 是属天的 坚持教会就是改变心灵的 将我们耶稣的心放在自己的手里面 令到耶稣进入我们自己的心里面 令到我们具有耶稣的火爱人的心 教会就会起到这个作用 教会不应该成为社会团体 更加不应该成为政治团体 深圳基督徒传道人郭永峰对美国指引说 基督徒的使命是信上帝信耶稣全福音 对于当局要求宗教教职人员 要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 他说作为基督徒 他不反对亦不支持 他说 因为支持也好 反对也好 都不反对 我们不反对也不支持 我们都是团体 就能让你作为当官的你信主 我们就高兴你 不信主 我们 你不信主 我们就对你怜悯 很同情 不存在 拥护不拥护的问题 共产党要求你 口头上拥护 我们不反对也不支持 你究竟想搞什么 这是你的事情 宗教教职人员管理办法和规定 宗教教职人员不单要遵守 中国宪法法律法规和规章 还要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坚持宗教独立自主自败原则 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 美国宝道大学教授杨凤刚认为 任何一种宗教传任 都要适应当地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 因此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 字面本身并没有什么物体 但必须要看法 宗教被沦为中共操控的一个根据 他说 我觉得这个中国化 起法本身 从自然来说 没什么问题 因为无论是哪里的宗教 到了一个地方 都要适应本质的情况 梁凤刚说 当看到中国化 面度教育需要中国化 那仍然就是说 讲的中国化 并不单只是中国化 而实际上是党国化 有很多中教人士对此来意接受 徐永海就表示 和外国的教堂 和十字架等教会长长比较 中国的家庭教会是最中国化的 他说 中国的家庭教会什么都没有 中国的家庭教会就是 一些弟兄姊妹在自己家里 大家记得完全写什么 每一个个人是他 我要信耶稣 我要把耶稣 我个人化 我要把他展现 就是我用我的一个宗教 那是不肯定的 郭英峰说 如果每个人都要将信耶稣 个人化 我要将基督教 转化为适合我的宗教 那是不可能的 那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这样做 那这个就是二段赤说 根据2018年中国发布的第二部宗教白皮书 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 中国拥有三千八百多万基督徒 但据非官方的统计 实际人数可能高达九千几万人 甚至超过中共党员的日数 其中一部分基督徒归信于官方的三支教会 大多数属于被官方禁止的地下教会 有称家庭教会 徐永凯表示管理办法施行之后 宗教自由空间会受到进一步的拔制 家庭教会的教职人员和信徒 也肯定会受到进一步打压 但他说当局愿是打压 中国的家庭教会发展就越快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中国的基督徒人数就从几百万发展到几千万 所以我们也不怕打压 如果这个巨神我们回到这个居家庭聚会的形式 回到这个居家聚会的形式 我们等等等等 徐永凯说 所以我们仍然不怕打压 即使我们被逼要回到家庭聚会的形式 回到地下聚会的形式 我们仍然能够为主作供 不对于这一点我们非常有信心 我们不怕打压 不怕空间熟小 徐永凯又说 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 即使当局在捕收紧对家庭教会控制 以致打压 也很难返回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 八十年代 非官方的基督教会教职人员 和教徒遭受的敬余 1950年代 主张无神明的中共见证后 对基督教展开了三次外外运动 即自治治养自出 要求民间的教会加入官方的三次教会 但是北京地区十一个独立教区的负责 拒绝参加官方的三次教会 其中包括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 领袖之一的袁商枕 以及自立教会的代表人物黄荣道 竟然都被以反革命罪 判处目的投役 徐永海说中国的独立教会 并没有因此而消灭 反而从五十年代所谓的非法 逐渐发展到八十年代的地下 进而在九十年代走到地上 现在的教徒教会 虽然不隶属于官方 但已经从过去的偷偷摸摸 完全公开化 郭英峰说 当局打压基督徒 在中共主宰的中国是很正常的 但是他说当局迫害基督教 未必能够致使用基督教 他提到古罗马时代 很多基督徒惨遭迫害 但是基督教反而 愈来愈发展和大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 弥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总部位于美国首都 华盛顿的知名智库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网站 近日在中国被封禁 外界猜测 这个或者是同该智库 以来之前发表的一篇 批评中国制裁欧洲智库的文章有关 下面是美国商议者的报道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四名研究员 3月26号 在他们的网站上面 云洋系发表了一篇 題目为是俄门国 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 站在一起的文章 另外总部位于柏林 中国政府向3月22号宣布 对这一家的德国支付实施制裁 以此作为对欧洲 因为新疆人权问题制裁 中国官员的反应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 越后文章当中批评了中国政府 这种行为 正距离是直接破坏了中国自己的主张 即是希望和西方保持两个关系 能干涉西方的政治和社会 文章说 中国人这些行为 亦都发现了中国官方对待 关注中国的国际研究组织 以后学生的方式一吹黯淡 文章指出 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 中国大外国学学教育的大会 国际教育为消防带力做互利 他们加深了中国和世界 其他国家之间的商务了解 并且在改善社会 经济和政治关系方面 发挥了核心作用 文章对比的时候表示 虽然过去中国也不坚持 为各种学生教育的自治 限制不在障碍 但是北京方面仍然是有咨询 允许批评中国政策的国际学者 当中的绝对多数人继续旅行 与服力依靠 基本上不受或干扰 不过在过去几年里面 中国在在独立依靠 以后建设性的学生教育方面 走得更远 文章句来说 中国狠行学者发放签证方面更加严格 尤其是那些从事 可能对中国所宣传的良好治理 产生负面评价的研究的学者 实际研究的风险越来越大 甚至是那些关注经济 以后在商业的研究 亦都不能避免 房间的证据仍然是表明 外国专家被跟踪或者塑料的文章有所挣扎 和他们对话的中方人员受到讯问 他现在的支持被受复监视 甚至被故意损毁 除此之外 另一篇文章 还提供在北京国内 拒留以来秘密审论国际学者 以及监视和教育境外的中国问题研究 文章说 中国近年里 对国际学术与学者的升级行为 会对中国产生可预见的负面影响 暴復破坏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 促选到西方国家联合起来 捍卫人员 损害中国声誉 导致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增多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文文章 发表之后 中国政府的网站向中国做到更快 改变文章的作者之一 中国商业和经济资深公民 肯定对美国之人表示 虽然它不能够确定中国封禁的网站 释放跟这篇文章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中国次举是关卡 但是它们认为网站被评论是好关卡 因为它们强烈主张 和中国尽量开放的学术交流 它们定期接待中国的专家和学者 它们也希望学术交流 使用两个专家商务交换意见的安全场所 作为美国的知名指负 资料与国际研究中心策起来 和中国互动办法 外国资资料与国际研究人员前往中国 亦都多次接待中国的专家 学者、官员、要求商业人士 前来放学、交流和演讲 肯定认为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等资资料 对于美中关系和中国资深的资源 都是发挥最重要的作用 它对美国资资料 它们认为资料与国际研究中心 美国、欧洲和其他的地方 都应该是进行独立、探究、交流 质疑、现状、挑战、共同观点 开放接触的地方 这个对于美国和西方了解中国 以及中国了解世界 其他国家是十分重要 对于改善中国的政策 以及社会治理也很重要 很多好像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这个是布鲁金斯学会和智库的研究成果 都曾经被中国学者、决策者、欲读 这个是采纳 它们认为这个是帮助了中国政府体制 等对建设性的政策 除了资料与国际研究中心之外 威尔顺中心 这个是布鲁金斯学会和数家 美国智库的网站 亦都向中国租金 肯尼敌 第二美国之音说 资料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学者 如果中国方面想要挑战国际治股 以及专家的观点 不应该通过韩制、签证 或者是听审分手续 也是应该通过报告、期刊、评论、播客 远处讨论 也是会议中的学术大学来进行 以上是美国智库记者 华锡特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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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